日本观光局公布了今年1到11月份 到日本的观光客人次已经超过了1796万人次 12月1号更突破了1800万人次 其中台湾的观光客排名第三 受到日元贬值和航线增加等影响 掀起了外籍客赴日旅游的热潮 今年1到11月赴日旅游人数以大陆游客最多 其次是南韩 台湾则是排在第三名 大约有341万1300人次 日本希望2020年能够达到访日外籍旅客 2000万人的目标 但是首相安倍晋三日前才表示 新目标是3000万人次